第82节 为世界提供重要信息 意识创造物质 前情摘要 自我意识的意象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我角色的经历 你就是自己世界的造物主 包括上帝天堂与地狱 也都是你信念生化而成的产物 不过角色我非我 我是自我群体意识的合集 角色我如果与自我的初心协同 那就会如虎天意 顺风顺水 如果倒行逆施 非要去成就世俗的成功 那千般辛苦后 却发现两手空空 心意空空 顺流的顺遂 不是说你万事大吉 躺赢人生 当有的激流险滩 弯道歧途 还都会遭遇 只是就好像你在公路上开车 顺流开是经历 逆流走是赌命 在修行的过程中 突破固有认知成见 与自我能力的质疑 是打开自身成长天花板的关键 可是这里有个极其微妙的平衡 那就是小我的虚妄与欲望 在自我成长与达成的过程中 会被激发放大 有些人修心 修性 修神 修身 而另一些人只求神通异能 敛财出名 被人瞩目 你的起心动念 如果与欲望有关 助长虚妄 那内在自我意识 是不会助纣为虐的 祈祷不是朝向佛陀和上帝 而是朝向一切意识的本源所在 而你就是他的处虚与化身 所以有事求自己往内寻 世间最大的神明 就住在你的心里 如果你往外起 你走出的每一步 都是在背离真理与真知 就好像你站在北极点上 不管往哪儿走 都会离北越来越远 那我站着不动 什么都不干 是不是就对了 非也 你不动 北极点是会动的 北极点在不停地飘移着 地球经历过很多次 磁际的反转 有时北极点 甚至会在赤道附近 而现在的南北极 则变成赤道 变是永恒的不变 你需要能跟得上它 并且不快不慢 个人成长的上限 不依据你有多聪明 或得勤奋努力 而是你认知能碰触得到的边际 认知的边际就是自我成长的天花板 想都想不到 想都不敢想的时候 就更别提做到了 如果说真用意念力 让老爷车能成形 是有运气的成分 那往返120英里 来去消耗不同数量的机油 这种客观证据 就不能靠运气 凑巧或错觉来解释了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 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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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